大家好 歡迎來到多謝高仁 不知道第幾集我是高仁 我是Sam先生 我是白兵 有嘉賓白兵 沒錯 我是嘉賓白兵 我難得有進戲院看電影 看了這個奧本海脈 這個禮拜都是巴本海脈的世界 粉紅色日爆 沒得說 都只有這兩套 這個禮拜 還要選同一天 對上幾個禮拜都是錯開的 MI一個禮拜 蜘蛛俠一個禮拜 不會撞起來 他們是不是那時候已經在怕罷工 可能趕不及我們快死去 我懷疑是Lolan有點生氣的 因為他之前跟華立合作拍攝 而Barbie是華立的 但他好像一年前已經說過7月21號 是的 很厲害的 只是華立追擊 我拍了一套挺好看的Barbie 很誇張你 感覺到是 總之那件事是 因為舊冬家 他這次是環球上學 兩件事好像不知為何 有些火藥味 但他們的行銷又很厲害 你說Barbie 兩套合起來一起玩 所以現在就難得見到 很厲害 當年Jacqueline跟時商迷你倉一樣 很厲害 世紀Cross Over 我整個Facebook都是MEMPO 是的 我也是 最重要的MEMPO都是華日官方做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傻 你用AI 現在的Facebook AI都沒有辦法弄得這麼漂亮 很快 然後把Cellie Murphy的反紅色 爆炸變成反紅色 還有Key了他在Barbie的車上 很多這些 那個級數我都很肯定是電影公司弄的 是的 我懷疑 真的太漂亮了 我覺得民間也很厲害 都有高手 高手在民間 現在也很厲害 但有時候高手 即是那些所謂的MEMPO 他要快 他就不會弄得這麼漂亮 你見流行的MEMPO MEMPO都是GAPGAP的 RAWRAW的 夠Key的 很少可以玩到這樣的 我覺得是行銷手法 因為MEMPO是要那個Geek 要那個感覺大於圖的完成度 是否之前 記得有個外國戲院 他把Transformer 跟小魚先的預告一起搭 都是行銷 應該是意外 可能他們就看到這個激發了 兩套搭上它來玩 粉紅色 然後是完全不搭白的 兩套是一個極端 是的 因為我講二戰歷史 一個就是講一個 玩具的歷史 風格上也是極端 顏色風格 所有東西都是很不同 一個超認真 一個就是你都預計 玩到盡頭 真的好極端 兩套都很極端 然後硬咀放在一起 最大鑊是兩套都好看 是嗎 兩套都很好看 我沒有看Bobby 我想說 Bobby是你今年可能只選外國 你只選五套 Bobby肯定在裡面 是的 沒有其他的 是的 二入口過澳本海蜜 Bobby澳本海蜜 接下來Dune Part 2 那你只剩下兩個位置 沒有的 Guardian of Galaxy 是的 或者Spider-Man Spider-Man 放了五套 是的 但Bobby肯定 有這麼厲害 放在裡面 他不會被彈出去的那個厲害 連尾有Cryptomarvel 你不要拿這個出來 我想給他一秒的靜默 是的 這套是劇都不看 免費D-Pass都不看 又講黃語詩不知道幹什麼 現在 這次還有三個 三個黃語詩 有一套可以困一下 認真的認真的 就是這個法國那個 拿破倫 拿破倫 都厲害的 那個噪音突然間 我是沒有留意到他的新聞 一開始就說是Ritney Scott 就說是Ritney Scott 就說是Ritney Scott 就說是Postar 再說他是Phoenix 那個牌頭是厲害的 其實近來我最想看的 都是宮崎俊那一套 在日本上了 但是聽聞是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什麼聲音 這麼慘 因為他連傳播都沒有 他故意不做 是的 我知道 但是就是這樣 令到這個新世紀的行銷 可不可以這樣 連傳播都不放給你 完了之後沒有聽到 有什麼回答 有人還沒說 還是還沒傳到來華文 這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總之香港是沒有 有什麼風 只有那張Postar 來來去都是那張Postar 只知道上了之後 就沒有再跟進了 沒有再跟進了 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今年還有兩套戲要看 一定看 還有拿破倫 一定要看 不過Ritney Scott老實的 近四五年都 並不是他的高峰 你只能這樣說 只是在拍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的 他不打算拜託你 他之前是拍《Forward》片 《Release God》 那這套拿破倫 又是變回《Forward》 他也有拍過歷史片 有的 《Gladiator》 《Gladiator》是他的 《Gladiator》 《Gladiator》是他的 他在第一年前也好 他跟《Hakon Phoenix》第一次合作 不是在那裡 他做過羅馬皇帝 而且是很搞笑的 我學生 是的 是那種 小孩子也來又很暴力 是的 即是 《Gladiator》 一開始那個 《Gladiator》 軍臨城裡的那個 年輕人 那種狀態 是的 那時候還有鳳凰叔 很年輕 是的 很年輕 小時候年輕 也很厲害 《Gladiator》 好看 很多人都平衛 那個歷史是看他的 沒有 也很厲害 是 近年就收了火 是的 近年 近年那些真的弱 真的弱 是的 我們先討論一下奧本海脈 是的 你們覺得是不是必看這套 是 很確定 作為一個Lolan的鐘粉 我只能夠說是看幾次 我會說 如果你不喜歡Lolan的話 你都可以試試看這套 可能會覺得Lolan原來是 是可以正經拍戲的 不是 又這樣說 Lolan一向其實都很自己的 是很不學院派 是的 他那些東西 有時候會覺得他有一種 總之跟你看了那些戲有些不同 如果你是背熟了一些編劇書 故事解剖那些 你再看Lolan那些戲 你就沒有跟足 不是的 不是本書寫的東西 都是跳來這裡的 這個位置放在這裡的 還有看那些戲是有一句 你老母會失敗的感覺 是的 每一套都是這樣 是的 無論是他的畫面 音效 所有東西都好 配樂 什麼都好 全部都是你老母會失敗的 還有他的套套都這麼夠長 起碼兩個半起跳 那套套都 剪接都是失敗的 以前你看《死亡魔法》 《死亡魔法》 大家都覺得是好看的 但是我問你 你中間有多少細節 多少情節 你很難說得出 因為他就是要很豐富地去推動 我昨天直播我都說 Nolan我經常覺得他的特點 就是無論如何 你從第一秒開始 他已經在戲肉 已經在中間45分鐘 你不記得第一分鐘 已經在四五分鐘 很厲害 持續這樣去 所以他沒有了平時看電影的 起伏的流動 入氣 他最起伏的流動 那套已經是《 interstellar》 是的 因為一開始告訴你 有個問題 他們怎麼解決 突然夾上去 然後發生很多事情 怎麼解決 原來跟他的女兒有什麼 再到最後有個關於時間 愛 其實算是最學院的 那套 但是也是最大眾會擺上去的一套 這個是那個原因 還有我發覺 Lolan的戲是挺有趣的 好像一套和一套 他不是連續的 他不是像Batman那樣連續 但是他有少少關係 怎樣 譬如他有說 那個關係不是很明確的關係 但是你好像是一個 他好像拍完這套戲的時候 拍一拍一拍 想到下一套想拍什麼 他是的 他是的 譬如我看回天能 他裡面是有提到黑包的 有 然後他有拍他二戰的 鄧九克 然後我上網看回 原來這個曼赫頓計劃 是 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些陰謀論 或者有些說法 是跟這個 是有關的 是 但是Tesla死不久 戒死的時候 就開始曼赫頓計劃 因為如果要這樣說 因為我經常看這些東西 Tesla死之前 其實又有些計劃 是在研究一些武器的東西 就是用他的交流 那些東西去做 但是那時候不是有些什麼 有艘船艦建造 那個飛城實驗 Tesla的線圈 很多這些東西 那時候傳了很多這些東西 現在也有很多陰謀論 也不知道 有些是有部份確認的 因為有些東西 他要寫在政府的歷史上 即是那個無限的線圈就是真的 是 Tesla站在高壓電械 被他打下來沒事 是真的 然後他錯誤地 即是廢城實驗 其實原本他不是打算這樣 但是變成Teleport 變成其他東西 但是還沒有控制到那個技術 然後Tesla就不肯幫他搞 然後就死了 那件事是從那裡開始 也是對的 因為那件事開始完之後 他們就要再去試其他的武器 那段時間是最極度需求 去做一些震懾的人 一下子就贏到 不用跟你慢慢在戰壕上射來射去 找些坦克來剷你的剷虛 我一件事就搞定你了 所以他才有Mahattan 都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在Lolan的戲 他又會拍出來 即是他沒有告訴你有關係 他隱隱約約想 他很久之前有拍過Nikas Tessa 在《Pinfall of the Dead》 這個狼人的影片 裏面也有提到 即是他很多這些東西 好像扔著落 即是有個很奇妙的感覺 即是可能這樣就是 即是他有說黑洞 他在Interstellar有說 那他在今次也有說 那這些 今次看到Rolling 最底下他特別名謝 也有Kim Fron 也有 懷疑他已經成為物理界的 他是其中一個物理界巨像化的人 將物理巨像化的人 這件事很搞笑 你們怎麼看他在澳本海脈裏面的 愛因斯坦 好啊 我覺得挺好 控制得很好 他在頭中尾 在頭中尾割一場 沒有太多 而且他的定位設定很適合 愛因斯坦就是那個 揭開了量子力學的那個開端 他從一而中都不相信量子力學的一個人 他是不斷地想證明他錯 因為他說不可能是既死又活 上帝是不可能窄色仔 那一句是這樣 量子糾纏都不應該發生 沒有可能那顆東西和那顆東西 來晚象 要同一時間有反應 因為物理很多時候是用數學去計算出來 當你那件事不確定 當你那件事不確定 他就計不到 他有很多這些 他晚年其實就是那個狀態 一直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的 都有貢獻出來的 他有說那些電池那些 有的有一點 相對論他都預測到那個 宇宙的運作都合理的 就是他打算一條可以搞定所有的東西 但是量子力學又添不下去 每個人都想把這個宏觀和微觀的世界 用一條式就可以穿到 就是愛因斯坦的 或者是牛洞開始那些經典力學 就是解釋到宏觀世界 去到微觀世界的時候 所有東西原來都調轉了 就是用量子力學去解釋 但是現在科學界 還未找到一個雙空的東西 雙融兩個理論 所以現在 很多東西就是 色界一通 但是實驗上來說 還未做到出來 還未做到效果出來 他又呈現到不同的東西 但是數目是正確的 愛因斯坦這麼聰明 都會把頭髒 也因為那時候 還未有太多 在先進的技術 去幫他驗證些 因為始終愛因斯坦那一代的人 他們相信的 是實驗不多於數學 去到哥本哈根學派 即是真是推崇量子力學的那班 他們計算數 計算到顏色是正確的 那個概念才 就是蔓延向整個理論的物理學界 所以其實他 譬如愛因斯坦到後來 量子力學的那些人 甚至乎那時候 裡面整套奧半海脈那堆人 柯爾 貴米 那些就是量子力學派的 那些就是量子力學派的 愛因斯坦 涉丁加那些 其實他們站在經典力學那邊少少 可惜他們每一個舉出來的例證 都成為了量子力學的一個證明 所以那個時代 他把重點買在這個時代 其實是很棒的 他的時間點攝又是超有趣 我好喜歡他那些位置 我很喜歡他開頭舞台 他在做實驗 然後他提醒那個教授 波爾在那邊開討論 我們要去聽 那一下 你已經感覺到整個時代感應出來了 很重 為什麼高人會對物理學有興趣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量子物理學 這個應該是讀完書 應該在加拿大的時候 在外國讀書的時候 沒什麼做就上網看 其實在那些量子力學的歷史 對於這個量子力學的概念 是怎樣誕生 那幫人那幫科學家 究竟做了什麼 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 很有趣的 那段歷史我也很喜歡看 有一期我很喜歡看 某一個時代的名人之間的恩怨情仇 例如有一期很沉迷民國的時候 那些文人 或者那些人 那些人在怎樣追求學生會 我很喜歡看 你是個歌涉人 沒錯 量子力學的人都是看這些東西 看兩邊的 在具力爭 很精彩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一下 關於這段歷史 有沒有什麼 這段歷史最有趣的就是 一開始他不是看到很多幻象 在睡夢之中看到那些原子在轉 旋轉 其實在那個年代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物理學家最尖端的那些 很多時候都是在夢裡面 看到一些這樣的幻覺 又或者是 夢境 夢境 或者是他自己都是有些 不知為什麼 很奇怪 然後他們才有些突破 或者是從那些神秘體驗之中 獲得一些靈感 他們那些人都是流行這些 甚至乎 去到現在這個年代 那些所謂的那些最尖端的物理學家 他們經常玩的那些東西 都很奇怪 你看到在CERN 即是CERN 歐洲客資研究中心那裡 有一個很大尊的濕河象 放在那裡 他們又會在前面玩 你不要理會他們是玩還是什麼 但是他們那些思路 你不要想得是十分理性 或者是什麼 有時候他們都是有種些奧德在裡面 正常是 你會以為那些物理學家 很正正常常 很老正 你看到其實裡面都不是 在電影裡面 做出來給你看都不是 最尖端的那些 你在歷史那些 很多都是定期 可能本身很厲害的 一些偏執 或者一些強迫症 性格缺陷 像Heisenberg 納稅 這些什麼人都有 其實就是在學術那裡 肯定不會是很好的先生 很少的 因為他們的執著 不執著你上不了那個位置 最多是在中下游那裡 你在大學教練書 最多是做管理層 正常的管理層 在電影裡面 我為什麼要去 不斷問那些 我要帶老婆子女 去你的中間 那些就是正常的人 其他那些就說 好啊 怎樣啊 這次正了 馬上執行李回去 而且都是經常搞分愛情 是啊 這個是我想不明白的 我明白的 全部都是 就算他在電影裡面也有說 那個小鎮那裡的 生育率是爆發的 還有說 其實這個安全套 使用這方面來說 南極的科研基地 是拍得住奧運會的 沒有東西做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什麼見解 其實我明白的 大家要明白 裡面的科學家 通一式都是男人 其實是一個結構上的分別 我不是說女性比較蠢 而他們那個是個 而是因為 譬如你做這些物理學家 你是需要長時間 高度集中 然後去想一件事 這個是一個生物的特徵 通常是男人才能做到的 而且不是普通男人 是要極高的男性 荷爾蒙的男人才能想到的 所以伴隨著就是 他們當然可以集中精神 想事想十個小時 平常人集中十五分鐘 他們可以五個小時 十個小時 他們想事當然是多 我們很多 但是伴隨著就是 他們的性慾會比較黃成 還有再加上 因為他們的IQ高 通常EQ低 EQ低 伴隨著的 不是他們情商比較低 是可能他們對社會的規範 道德規範的理解 跟我們會不同 這個是 裡面一部電影都有說 澳門的海脈都是這樣的人 是的 就算是Emily Burns做的生物學家 也是 她裡面算是唯一 比較高學識的女生 你看到她的陣子裡面也沒有什麼 是 她EQ低 有一個兒子在哭一整天 是的 喝酒 厲害 對 對 很奇怪 你會覺得他們 但是 就是這些這麼奇怪的人 才能弄到原子彈 是的 才有那種偏執 或者有那種 不知為什麼的想法 可以做到一些 這麼跨越時代 或者是超前我們想像的東西 嗯 是一個套餐來的 我常說這些 一定是一個套餐來的 你不能她有這麼高的IQ 然後她有一個很先生 很社交的一部 一定殺人的那個 跟你說 一定是連人殺手 不用說話 總是有點壞 還有她在戲裡面 她有說過 她知道出軌的樣子 她說 希望我的才華可以補救 她直接說 我的才華可以補救到 是的 是的 她那種自信 是的 這個也是有趣 還有戲裡面 我最猜不到是Rami Malek 是的 Rami Malek 類似 我本身最初去到四分三 她只有兩鏡 她一句對白都沒有 我說不是做茄子 做到這樣 是 有名有姓 本質保證 過鏡也認得她 哪有事啊 我心想你不是整套 這樣就完蛋了 你的照片跟Nolan玩也不用這樣 他都這樣 一句對白都沒有 還要被人欺負 還要把整個東西放下 這些不用寫下 這些很瘋 但你感覺到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認得她的樣子 所以我有留意她 還是什麼 其實她也很生氣 東西都發揮的 是的 那東西就是 她起了心看著你那一刻 她也發揮的 是的 那個邪事 很冷靜啊 還有我想不到 為什麼她會幫澳本海脈 因為她好像塑造到 澳本海脈經常當她臭屍 每次見到她又扔了一支筆 又整遞了她的筆 她比較看到全茅 可以這樣說 看到其他東西 因為她理解到澳本海脈 雖然她的原則 或者她對於科學的負面 她相信那樣東西 你當她是一個信任澳本海脈 所相信的東西的一個粉絲 是的 她的懷疑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澳本海脈所說的 才華彌補道 但是一個影帝 奧斯加影帝做這個位置 真的很搞笑 等了多久 終於說話了 最後 但最後一場也有些東西玩 但也很開心 有些東西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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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自信不錯 很滿足 所以看這套戲 而且最滿足真的是 因為我對男主角 就不算有很多印象 Cinemafic 是的 我又沒有看Pickey Blinders 這個蝙蝠俠 他又不是一個主要角色 只是幾幕而已 我對他沒有什麼認識 當然整套戲是不停拍著他 但另一個最出彩的是Iron Man 是 Robert Donnelly Jr. 是的 我在自己直播都有看 太厲害了 就是 我感受到他的演技 你之前Iron Man 你經常覺得 做回自己而已 我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他是做得很好 但是他之後去到其他戲 都是Iron Man 你連真人都是Iron Man 他扮演很多聰明的角色 Sherlock Holmes扮演過 Iron Man Tony Stark扮演過 甚至Champion 都是聰明的 Diluduk Diluduk 沒有人理會的 他扮演黑人是哪一套 Trop Thunder 不知道是什麼Tropical Thunder 是的 我有看那一套 我就覺得 他這套後來這樣變成一個奸角 很棒得爆 甚至我喜歡古劇情 我都沒有想到 他原來是反水的位置 因為我沒有去到他的歷史 他那一套 原來是有東西不能劇透的 原來是有東西不能劇透的 在歷史都沒有看到這個位置 是嗎 所以這個Straw還是Strauss 他們有討論過為什麼這樣讀 不同地方發音 Strauss就是猶太人讀法 所以我就是美國南方口音 其實他是有一點 他是想特地淡化自己猶太人的身份 所以叫他自己叫我做Strauss 但是我覺得這個角色很厲害 竟然鋪引了七八成的時間 原本你看那個Line Up 就是那個演員列表 你不覺得他太重的氣氛 是啊 誰知道他應該是第二男主 他那個困的程度 他有三成都是他 主要是南佩閣 支持演員 很好看 還要是他一邊聘請他的時候 很相信Open Hyman的時候 那個樣子和他最後那個邪啤的 所謂妒忌 還要是他鋪得很漂亮 他一開始介紹澳本海蜜 他介紹澳本海蜜 他沒有落到腹筆 然後去到就是第一次你看到澳本海蜜 公眾羞辱他 你一個罐頭也可以做到 我也覺得他只是朋友的那種搞笑 而且那時候他有拍到Iron Man的表情 有的 Iron Man的表情是尷尬 但是他不生氣 未去到那麼久 我後來發覺原來他這樣鋪一個 終極復仇者是這樣 他真的去到最後 他真的是Avengers 最強是Avengers 我會形容他的表現 他才撕掉以前的所有東西 真的令我厲害 很厲害 政治性如何影響他這個人 其實不是完全因為妒忌 我覺得 都有點政治性的 他既然做得原子能機構的頭 他這個人又不能做其他事情 又壓制這些出口 那件事 他一直是很不喜歡這個人 想拔他下來 我明明我應該是最大的那個 還有一個人在上面 我沒有想過那條線是這樣寫的 但是非常好看的 那件事 老實的 這次 最初三個小時的電影 最初一個小時 真的不容易消化 我看那麼多Nolan的電影也好 他不斷介紹一些物理學教育 是的 如果你是對 我聽得出某些名字 波爾那些東西 我聽得出的 聽得完的 都能夠得到那個畫面 是怎樣去的 你會知道 Floence Peel是他的情人 怎樣怎樣 有的 但當你如果是真的 白紙一張 白紙一張 或是他比較 我真的只認識奧斯坦 其他人都不認識的 是的 或者看完Interstellar Inception 比較商業的 Dunkert 可能還有一些娛樂性的時候 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頭那一小時 不斷被他塞你的腦 又是你老母的失敗 我會認識 比較不友善 最初會有一點 但是 如果你的人有好奇心 又會彌補 是的 是誰來的 你看到他這樣出場 你就知道這些人 一定是歷史大名的人 你會覺得 哇 他正在招呼 Avenger 或者他正在介紹 一些人要出場 之後 就一定是去那個 一定是包覽入 這個馬克頓計劃 其實是有一點點 見過大義 見過大義 我會形容為 他突然說說 他讀書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 就會去了一個 現代聽證會 再去到Floence Peel 那一段 他這樣跳 不是說容易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還有你會遺留了 有些原來他之前 已經留下的東西 後面又回覆 或者延續繼續寫 但是你會 未必全部收拾 我正在說 還有會怕錯 原來黑白畫面 是最近代 彩色是最遠 那又不是 不是 開頭 如果你不是很熟 那段歷史 他的裝法都分到 如果給我 可能要去到中後期 原來是完結了 那件事 但那段就是黑白那 就是這樣 可能很直覺 會覺得黑白就是 再久一點 就是舊死影 彩色就近久一點 也還好 在這個位置 他做得還好 不知道 很難猜的 OK 我是有少少去到 因為他的劇本很厲害的位置 就是 他是 本來打算留下我自己的影片 不過說完 以前他很喜歡玩時間 這件事 就是講故事的 時間表達 無論是momento Inception 那種四層的夢境 其實那個 當他四個不同世界 但是他時間的推進都不同 他說的東西是很複雜的 如果Inception 要In-depth再學習他的理論 天能再複雜一點 很有趣 他每一套都有少許時間的 Internstellar 有的 就是你走的時間 跟我走的時間不同 衝力越大 如果那個差距 就令到那個愛的結合 他就是寫那個東西 我發覺全部都關你事 我發覺他這個人 Dunker就是三條線 一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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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線 各自行進 到最後是連接到最終的位置 然後還有什麼 上一次是 天能 天能 鉗型 有前有後有 兩個鉗型 攻擊有鉗型 大型有鉗型 兩個鉗來鉗去 這次我會形容它是原子彈式的 你有沒有看過呢 他那時候扔到日本有兩塊 一個是不同款的 一個是長一點的 撞針型的 一個是圓的 圓形的 他現在這次主要是 他試的那一塊是圓形 內飽 他這次玩劇本的時間流向 其實他是不停在外面 畫了很多坑給你的 講了很多資訊 然後你一直去到深入 深入 每一條線他都有 當然不停剪的時候 你會知道更多資訊 到最核心的位置 就是他剛剛爆完子彈的位置 而原子彈爆完之後 他就之後是政治的位置出來 就是他很久 然後再爆出來 而爆出來的那一陣就是 Robert Donnie Jr. 他 然後Emily Brain 不停吵架他 說他什麼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吵架 你還在跟別人握手 是啊 那個是猛的 那個 那個我沒見過有這樣寫故事的人 是 這個也是Nolan正的 這個狀態的故事 就是內山圓再外山 然後是你平時看 我看你直播也有提 你之前有什麼人物傳記片 或是怎樣 不是這樣的風格 你所有人都不會這樣寫的 所有人 甚至 正路就是圖靈 最正路 那類的 就是 那類的 就是 你就算數 近年很多歌手那些 就算他放一個很出色 或者他就來死的那個 show在前面也好 他後面都是順著去的 是 就算是跳著剪那些 都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這一次這樣玩那麼誇張 然後 你看其他人拍的傳記 順著去 總之就是那種 是 我好像在看一個 維基由上而下 這樣錄 你看 Bohemian數字就看得最清楚 是的 不是說他們有些 順著去都做到核心的 不是說他們不好看 但是 你最多講這個人的三樣東西 可能家庭愛情事業 三樣講完 但是澳門的海脈是 因為外爆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他那些 時代 怎樣去看性 怎樣去看愛情 他跟誰說的東西合不合 他跟誰做的東西合不合 跟著他對什麼很執著 他在信什麼 他怎樣看原子彈 怎樣看曼克頓計劃 這件事 再怎樣看政治 這件事 再爆完在日本之後 他對自己心裡的影響 再去到他被人擺上桌子玩 在Robert Donnie Jr.那條線 在禁酒的時候怎樣喝酒 很多這些 然後你會發覺 很全面 這個劇本厲害的勁在全面 我相信他的文本應該是很厲害的 他是一個專意小說改編 專意小說改編 我反而是看完之後 我說我有些想看 是的 這個真的是 我會想知道Lolan 是有多少個flow 是從那個小說拿到這裡 我會在想 我會覺得這個形式 一定是他在想的 因為小說你很難會 逐個片段寫再去到那個位 不會的 還要說好像那本東西 是Robert Patterson給他 是的 他確認了 因為他裏面有一句是說Openheimer 我最想知道就是 那個奧因斯坦和澳本海蜜 那個對話是這套戲 由前中後穿了所有東西 我在想這個位置 到底是一本書給他 還是他自己想的 我覺得自己想的 我覺得自己想的 他最冷靜的是去到最後 那個叫做Robert Donnie Jr.的職員 他最後就說他 可能他們沒有提起你 他很冷靜 就好像吃神 人家問你問題 先回答他 很冷靜 很冷靜 為什麼你會覺得 人家又提起你 你覺得你是誰 可能他不開心 其實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兩個物理學大師 關你什麼事 都不是那個世界的人 到最後他竟然揭 他說什麼 那一刻我覺得很冷靜 很冷靜 很冷靜 你剛才說的那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愛因斯坦和澳本海蜜的對話 貫穿了整個 傳記小說他用了25年寫 甚至那個年代加了這麼久 很難他兩個的其中一些對話 是被記錄下來說了什麼 最私底下的 我會覺得是浪蘭家 我會覺得是浪蘭家 而且那句不是一些很實質的對話 那句是一句 關心 意識 他到最後就是 他最後是說 就是我們會不會 其實他是怕原子彈 如果你去到某個位置 你就可以在大熱層爆 就直接毀滅世界 到最後他講的那句是什麼 我已經開啟了 已經開啟了 那個電腦大爆炸 那個按鈕已經開啟了 已經開啟了 電腦大爆炸 那件事是厲害的 其實有很多這些細節位 然後你是很全面地了解這個人 老實說 不是留意開那個歷史 真的不少人 其實鬼知道澳本海蜜是誰 真的老實說 他這首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去很深刻理解 馬哈頓計劃這麼多 前因後果這些 我知道馬哈頓計劃 我知道 我知道 扔下去那兩顆魚箭 是測試多過真的要炸日本 因為那時候日本已經收皮了 這些我也知道 但是去到這麼深入 這部電影真的很厲害 他有個位置我挺喜歡的 他其實很努力要去丟炸原子彈 澳本海蜜 其實他在德國還沒遭遇之前 他是很想要給一塊這樣的東西 震懾所有人 大家不要再打了 他覺得那件事 他是Jewish 他想著 我會覺得他是想報仇 有一刻是想 那個位置是這樣 所以他說 希特拉死了 那一刻是爆炸的 看到他這個人怎麼想 他以為自己可以掌握所有的東西 他沒有什麼交代 但是你可以猜 他應該是這樣想 這個位置是傳記片 有時候傳記片就是告訴你 這個人是怎麼樣 有的 其他人其實有 我引約他的對白 是有說過這件事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到 你研發出來的東西 怎麼用 怎麼用 這個是研發過程他要面對的東西 然後他沒有很硬性告訴你 澳本開幕是怎麼看完所有的東西 看你怎麼跟其他人的角色 他們怎麼解釋 澳本開幕自己也前言不對後語 他自己不同年代說話都不同 一開始後悔 之後又好像你隔了十年二十年 但是人是這樣的 我們偏向看傳記片 譬如之前看Winnie Houston那一套 他不是說不好看 但是他就會告訴你這個人 很多他要講的 catchphrase 我很喜歡唱歌 我怎樣怎樣怎樣 他沒有這些 讓你去揣摩這個人 認識這個人的一個機會 即是他告訴你Winnie Houston是這樣的 你是否很崇拜他呢 他的歌是不是很好聽呢 就是這樣 澳本開幕就是有一種 你很看到這個人 很認識到 然後他在做的決定 因為什麼呢 是有跡可尋的 他又有少少交代到 可能某一句對白說過 他是給你前因後果看 那個時代給你看 那個觀眾要怎樣去判定 這個是一個什麼人呢 你自己想想 他應不應該接受這些待遇呢 跟他晚年的情況是一樣的 很多人會覺得他是 又上了Times 又各個 為什麼有杜魯門那個 那一場戲就是 他要告訴他 你現在成為了什麼什麼 你怎樣 那一場戲其實是點了 正 就是澳本開幕這個人 他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他唱到最高峰 所有人覺得他最厲害 那些科學家朋友 覺得他已經是政治家 對 最出名 但是科學家朋友 又覺得他 也算是有點見樹的 也不是零見樹 但是他又同時間 背受著那種 丟了彈子彈的那陣子 他又不想再發展太多 但是他又想盡辦法限制 他自己發明出來的東西 還有基本上每一部戲 你都可以看到 Lolan是很認真政治的 很認真 戰爭 因為我會覺得他很認真政治的 那個位置 首先他這套 他有說 你弄完顆原子彈 怎麼用是不關你的事的 他在其他電影都是有這些 有的 然後他去到 他這樣去表達 這一個他對政治的厭惡 Interceler已經有了 你的世界地球搞成這樣 因為你的政府在亂搞 Batman也有 Batman一定有 他那句最出名的那句 Become a Villain 那句 你猜 你猜 這個世界還有誰可以 become a Villain 就是他們 就是拿著power的人 他那些對白 全部都設定給那些人 Dunker就更加 很多這些位置 但是他這麼真政治的其中 然後你又看到他很了解 很熟悉政治 只是這套都看得出他 哇 他的角度厲害到 厲害到 他後來說 怎樣搞澳門海脈 聽證會 各人那樣 我到最後 我只想站起來 呼不呼 他最後說 有一個人反水 原本預算他贏 是人反水的 他問是誰的時候 我猜到了 那個位置我猜到了 是啊 那一刻我就想 不然是這麼瘋 你真是說JFK 那一刻不是這麼瘋 我真的說 哇 瘋 真的很厲害 我承認 我第一次看 我認不到Gary Oldman 我也認不到 是的 我之後看完才懷疑 哈 Gary Oldman扮杜魯門總統 厲害 很瘋 我正想說 Rami Malek一眼就看到 是啊 我看完之後 有人說 Gary Oldman做得最好 我心想 有Gary Oldman嗎 我做了很久 然後 哇 杜魯門 那你算起來 其實都是得他 這個Gordon景長 是天狼星 天狼星 狗走過 是你 我是覺得杜魯門很慘 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他現在都化了東西 而且每個人都很熟悉 過場很多都很熟悉 每個人都很熟悉 每個人都很熟悉 做告發他那個 我心想他十年前都是這個頭 那個演員 他不是做小丑的那些 他很多電影都是做這些 閃閃叔叔 拿著把刀 那些 靜似TWB那些 什麼慾勇奸人 他慾勇奸 慾勇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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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 九一分界 然後 一直看著你 陰陰沉沉 我看到他笑了出來 哇 你也看到Lolan 就是最認真這些人 你是完全看到他 很認真這些 濕奸 Lolan簡直就是 這個 荷里活街的 杜奇峰 那些人 那倒是 但又好看 這樣說 我這次覺得他用Floence Pugh 我覺得很麻煩 這個黑瓜褲 黑瓜褲 我覺得很麻煩 好像不是他都可以 只要找個人肯除就可以 還有Floence Pugh那種 有少少口音的英文 然後經常做這一類的角色 會有脫 不是不行 但是那件事好像是 他跟Opie本身 City Murphy本身 好像沒有什麼 氣氛 是的 如果找古巴妹做就好 你跟你有氣氛 我會加多一分 硬加 誰可以跟他 是不是 那個角色 本身他沒有氣氛 是的 他只是開頭一段聊天 表現到 他也是有些智力 所以吸引到 所以就上桌了 是的 就是這樣 而且他那兩三段戲 真的很突然 那女孩就是突然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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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本書讀 他原本最後 《Confess》讀的那段 就是他看完看到黑爆之後 他上電視講的那段 《國賈凡歌》裡面那段 講的那個 那場 古印度大戰 普羅米秀斯的那種 說自己是 哦 他不是拿一本 梵文雅去讀嗎 梵文 但是 也有說過 那個火種 是related 另外是普羅米秀斯 他再點一點那個位 但是很有趣 簡直是那本小說 他原作的名字 叫《現代普羅米秀斯》 我知道 還有他性格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有一點意味的 我打算今天 疑察去想一想 我覺得是關係 就是在聽證那裡 你想想 那一場 如果是佛羅倫斯普 跟他在搞事情 佛羅倫斯普是一個什麼人 他之後自殺 他很傷心 但是他應該是很夾的一個人 其實是很夾的一個人 他們有討論過佛羅倫德 榮格 是的 他很夾的一個人 那一幕我覺得是有這些 他跟這個人很夾 但是在搞事情的過程 一個爽快的過程 他突然間讀出過一段 就是我變成什麼魔鬼 摧毀世界 然後去到最後 他簡單來說那一段 就是他在最爽快的時候 就成為了那個魔鬼 其實有一點點 創造與毀滅那件事 是的 然後再去到聽證會 又有的 又突然間閃現 突然間在他面前搞的 其實那個位置是表現了 Emily Brun 其實是有一點點 不是奧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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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奧妓的一個 真正那個伴侶 就是Emily Brun知道 永遠有個女人 跟澳本海馬是更加接近的 那個梳來的 其實我覺得搞事情那段 我挺驚訝 Nolan會這樣做 我挺驚訝的 那件事是出的 突然間打橫Pan 為什麼沒有穿衣服 第二個鏡頭 為什麼同一隊在打電話 那件事是很厲害的 他第一次不穿衣服 那天反映 很赤裸 很赤裸 我起初也是這樣想的 下一幕我打電話 原來是他老婆 那當然赤裸也對 兩人都是 因為他必須要把他 被人偷聽 這些東西都要說出來 他就是把你的倉花都挖出來 這個過程已經是一種羞辱的懲罰 挺恐怖的 他很好 他作證的人坐在那裡 有時候是奧本開密坐 有時候是他老婆坐 然後作證的那個人說的話 是關於後面坐在那時候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給反應 很厲害 後面有個這樣的位置 坐在那裡給反應 他告訴你 那個人才是真正聽那個 聽入心是坐在後面那個 而且那個律師也做到他很討厭的位置 我常常認識他 但我還未認識他的名字 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 他做得很好 其實他問的問題是有心思的 在讀劃本 用字是很精通的 你原子彈就可以 輕彈不行 你說丟 那為什麼可以丟原子彈 但不能丟輕彈 那個地方是你選的 有很多這些追問下去 這些位置你可能會覺得 很為澳門開問 很不值得 那個律師這樣問 但其實他問的問題 他是對 但又好像他沒有問錯 又真的是靈文敲問 靈文敲問 你講嗎 在那裡吵嚇他 你又不可以發明完 你又拿個聖人光環 類似是這樣 很一體兩面 很多不同的角度 所以他有這個律師問你這些問題 我晚上就再看一次 我一直都在Lolan 最少兩次 你是第一次來看iMAX 還是已經看iMAX 那接下來那次呢 也是 為什麼不看35mm 難買 最難買35mm 因為他只有一個軟線有 一個軟線有 那些很難買 那些就 長期敷 之後先 後一點 因為外國是65mm 不知道為什麼 關什麼事 因為我不是很懂得分 那個機 我們香港的iMAX制式 沒有去到最完整的那隻 是 是 閹割版 一定是 但是亞洲唯一 因為只有香港 閹割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台灣還是 台灣還閹割得厲害 台灣還閹割得厲害嗎 台灣最大的那個 都還沒有 香港最大的那個 是嗎 要回大陸看嗎 不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大陸的認證 我也不知道 你信不信它是iMAX 1080P 不知道 所以就不知道 香港看算是最好的 那麼扁的 為甚麼 iMAX 你怎麼21比9 你怎麼有人頭 在裡面 我是由Interstellar開始 每一套都要看三次 是Tenet受不了 Tenet只是看兩次 Tenet我看第二次 開心得看第一次 為甚麼 我多了留意一些細緒 因為我是近排看的 我知道我接下來要和我本開幕 我有看Inception 我還是看不完 我受不了 不知為甚麼 很悶 我覺得 Inception反而受不了 很悶 Inception其實某程度上 是Lolan走向商業化的第一部 是啊 死亡魔法都沒有什麼人提 沒有什麼人看過 那時候 你說Prestige 好看的 Prestige 他上遠線其實不是很多人看過 還有一套八夜終於空 什麼因素 再夠一點 那時候 上一套再上一套 Prestige是厲害到 他們把最老套的魔法 玩了一次 是 真是摩山了 他這個很厲害 但是玩一套戲出來 你老闆 我覺得這條橋厲害 厲害 就是拿最老套的 跟你玩一次 他很喜歡看Prestige 對 聽來我看兩次 我看第一次是寫了很多東西 想了很多東西 第二次消了 為甚麼聽來中我呢 其實聽來在我地位是挺高的 因為他那一套有少少科幻的設定 就是翻了來 又反轉 還有他其實是在某程度上挑戰自己 因為很難拍的 那些什麼反轉打架那些 奇觀 你在腦裡沒有想過 還有我第二次終於很多都分到 哪些是順化 哪些真的到大 是的 那些位置 你腦裡要怎麼想 才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畫面出來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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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但是太多資訊 我看完第二次 我覺得我的影片的解釋應該都夠了 就不看第三次 不然我腦會痛 痛就天天會會痛 是的 太多事情想到 想到那一算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不想 他叫我怎樣做我怎樣做 我最聽的 因為我寫了一條是解釋片 那時候太多人看不明白 但是你的影片很多人看過 最多 我youtube頻道最多人看的 就是天能嗎 是的 因為我記得有很多視頻 三十多 三十多很少的 在你面前 很多了 三十多 三十多 我一年都出不到一條 磨了很久才有三十多 那時候結束了應該有二十萬 是 但是天能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其實對我來說 但是你說是不是必看呢 就是有沒有哪一條必看 天能又不是必看 就是看我的角度 總之每次人問我 Noran最喜歡哪一條 Interstellar 太中我了 Interstellar 就是科幻 那我一定是入均 我一定是入均的Dark Night Dark Night Dark Night Dark Night也很厲害 我在想哪一條 如果你看Noran 你看 但如果最多人最喜歡 可能是Prestige 我會看Prestige 我會看Prestige 是那個人介紹我看的 狼人大戰這個地方 狼人大戰這個地方 那都要看的 你兩個演員 起碼上眼 你的門檻很低 如果Dark Night 和Prestige 和Inception 只講劇本分析都會有一段時間寫 三套都很厲害 我會覺得Prestige 你最能看到Noran是怎樣的導演 他那種打亂種式的節奏 然後他又會精心地講一個故事出來 然後你又猜他不夠 然後畫面上有很多奇觀 這套很顯示到Noran是怎樣的 如果被其他導演去處理一個打散的故事 一定沒有他這種劇力 我會形容 這次澳本開脈也是 是啊 我正想說 就是斷到這樣 你都感覺到有一股力 拉著一些東西 向著中間點進發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厲害 我現在回想澳本開脈也是一隻碎片 你很容易組成得很完整 但是你看到中間爆完之後 其實你前面那堆東西已經明白了 是一齊的 而且你會圈得翻成一個圓 你是明白所有東西的 而且我很喜歡他爆那一刻 變了無聲 之後只剩下呼吸聲 我本開脈我覺得 我是唯一一個比較嚴重的位置在配樂 反而我覺得舒服了 這次沒有那麼多濃濃濃的 但他太多位置 不需要那麼緊張 那一陣子也很緊張 是保持願意的 那個位置是變成 他這次不是Hand Simmer 但又是他好像那個人 會拿回Hand Simmer的 某些同一個Court連續的感覺 那種緊張刺激不安感 然後需不需要呢 又或者我都猜到你核爆那個位置 我已經猜到你一定正的了 我看你什麼時候起東西 但是起那個位置 也不是我覺得很無管動的位置 還未覺得很神很厲害 還未去到 所以是有一點覺得 如果我配我再能夠勁促一點 還是可能他的重點不想放在核爆那裡 其實我會覺得這套戲的重點放在後面 我知道 就是後面的戲 為什麼你會覺得後面的力量會強 其實是前面很多東西堆起來 所以他核爆那個位置 你說我本海脈核爆那個位置 我會形容為畫面上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少的 是的 是的 這個是令我想起 其實天能說把飛機撞爆 其實很少的 其實很少的 沒有什麼意思的 但是當你進場去看核爆的時候 就是核爆那一場 我還想著他會比較一些 再厲害一點 毀滅性一點 就是告訴你這件事應該很厲害 但是當你去到二十英里遠的時候 去看它爆發 它逢完之後 它只是噗一下 沒有了 完了 就是他覺得 是 他們就整班人一起慶祝 這個樣子 對 他用回天能同一個手段 就是天能最好看的位置 都不是飛機撞進去 是 不過用來做市場 這個位置 我們賺了一億 要不就有核爆 要不就撞飛機 真的飛機 因為傳記片 所以大家一起傳了這麼久 他說開拍的時候 大家都期待那個原子彈爆發 那個位置是令到我有少少 就是這樣 是 不錯 我覺得他要玩咬我們 又惹人 這陣子的導演這麼喜歡惹人嗎 其實核爆這一下 我覺得他是拿那個異常 多於他想弄那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成功 那個市場 對 而且核爆很厲害大家都知道 對 但是我沒有想過他如果呈現的話 原來沒那麼厲害 可能他太多T&T也控制不到 他真拍的 CG你想爆到你灰飛煙滅都可以 可能他真拍真的有點害怕 就是想看這個火柱怎麼放 再在太空站拍下去 真拍就做不到 所以只能有這樣 我覺得可以的 除非他下一套跟湯哥老師合作 是呀 飛上太空是不是 湯哥老師 湯哥老師是一個歐筆的監製 真的試一下 我覺得Nolan都很容易歐筆的 歐筆 但這套拍得很便宜 不是說很便宜 你給得起 我都給不起 但好像是拍了億領 億領就便宜 是不貴的 這套拍得很便宜 出了名是真的不貴的 還有 便宜過Shringer Fing 又拿Shringer Fing 可能九成錢都給了演員 那個爆炸都好什麼 閃電俠拍了兩億多 收不回了 現在很慘 我還想知道很厲害 是啊拍了一億而已 一億多而已 抵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抵掉 是啊 本身也是打算回答的 是啊 這套回答的時候 就拍這段 我們先聊聊聊聊 對 很好啊 這個 所以是 天能拍了兩億 天能價 波音色十二七都幾千萬 都千多二千萬 是啊 全面啟動 Inception Inception 就拍了億六 但已經好幾年前 就要對回這些 不是Inception那些 你不能真拍 哈哈哈哈 你現在 那些 走廊不是真拍的嗎 不是 走廊真拍 天空接近那些 天空接近那些 你沒有啦 真的嗎 哈哈哈哈 就是裝那麼大 鏡在橋底那邊走 哈哈哈哈 死了沒有 哈哈哈哈 開始懷疑Lolin那些 全部都真拍 那誰真的有雙胞胎 真的 真的紋身 Mano Mano真的紋身 他真的有雙胞胎 你現在2022年不拍 他2022年拍一億是超便宜的 便宜的 你隨便一套Netflix的電影 好劇好都一定 一集都沒有了 Red Notice拍了兩億 兩億半 真的生氣 Red Notice拍了兩億半 證明CG佔了很多 因為他們全部在錄畫面拍 有牌Key 還有其他人 我想Nolan收便宜一點都可以的 又不可以的 不可以這樣的 有公會的 我會 Iran Man應該收不回MARFEL那價錢 是的 我覺得OK的 是的 你想想 拍了一億 Iran Man要五千萬 MARFEL 是嗎 他沒有一半預算 應該是 肯定收便宜了 大家都應該 應該會收便宜 還有三十秒 是嗎 已經一個小時嗎 太開心了 也說一下 Babby好看的 好看的位置在哪裏 好看的位置在哪裏 好看的位置就是 我猜不到他玩得那麼準 是從頭到尾 一開始出片名 那段簡直是 近年都很多戲玩過 這段 泰國漫游的這一段 都有的 但是他玩得很準 我會形容為 那些小女孩 加到很多分 那些演繹 那些兇狠 很準 我很喜歡他拍 他拍他 大腿 鎮板是嗎 拍石 對 我覺得他捉得很準 那些位置 很準 說回導演 Gerrick 對場兩套 Little Woman 和Lady Bird 都已經告訴你 他是新世代 我是拍女人的 新世代女權戰士 對 然後我發現 他由Margot Robbie 做監製 之後再找他 說一定要是他做 再製作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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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Margot Robbie 開始有些製作者的影子 或者那種才能 這製作劇本 這個抉擇是太厲害了 Margot Robbie 有什麼故事 你才可以找到一個 我完全幻想不到 找Gerrick 做這套導演 我完全理解不到 你找一個獨立藝術片導演 你走來拍一套商業大創作 你會感覺到沒有內涵的商業片 對 玩具改編 你還要這麼誇張 就是找路蘭拍忍借龜的感覺 對 對 那種感覺是 蛤 這樣勾了嘴 當然我還沒有很 一隻我覺得 看看吧 Margot Robbie也想看 看你拍什麼 然後到出了第一個製作 他很有策略 第一個是 是很Barberland的 對 第二個製作 反而像True Man Show 或者Matrix 對 對 那件事是很 他又開始在一個期待度 建立出來 玩東西 原來 你會感覺到他是認真說 而不是只Barberland 哈哈哈哈 不是 你會感覺到那件事 有些位置 再加上Gerrick的加持 我有些信心 然後知道是同一日上 然後我已經 嘩 亮度都要看了 怎樣 很大膽 那時候我覺得 我第一個感覺是 跟你差不多 都是覺得 劇本是 過了Mattel也很厲害 是啊 而Mattel夠膽這樣玩 其實是有一點點 我開始理解 我理解到他為什麼這樣拍 就是這個故事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那些人 我們現在常常一提Barber 就有些什麼 就說什麼 令到那個女生 有個自我要求很高的 什麼 密化了 或者怎樣 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標籤丟進去Barber 好像令到他更加 沒有人去玩這隻玩具 或者他的聲勢越來越低 然後去到有個位置 他裡面所探究的東西 其實Mattel都是反問你們 所以我才覺得劇本是過得到的 就是他其實中間試了很多不同的Barber 是被人下架的 我覺得下架那些 他拿回來做角色 或者拿回來做個重點 去問回你們 問回觀眾 為什麼你們不要 我很久之前已經做了很多 什麼坐輪椅 什麼胸會變大 Sugar Daddy Sugar Daddy Sugar Daddy就算了 女人去到成長 一定是胸會大的 那件事是很正路不過的 為什麼我放在我玩具上 你們罵我 那背後有電視呢 背後有電視的那些是兼明的 那些是失敗商品 那些拿來自嘲而已 但我意思是他裡面有些 譬如Pregnant 就是幼了 或者他不同形象的東西 其實他都是令到 真的想你的女權 或者是有關係的 他是有幫到這件事 不是說Bobby的身材設計得很棒 然後就是什麼 他一開始說的那堆 說什麼Bobby 有這麼多不同的職業 那堆全部是真的 是史實 甚至他到最後找回那個 創辦人 這個其次 但是他去告訴你 其實他為什麼設計 他這麼完美的身材 其實就是他想投射到那個人 老實說 我們所有人都想投射一些漂亮的東西 覺得自己是偽進身的 是不是 對 所有人都畫自己 但是你是偽進身 你畫自己的漫畫版 Q版樣 對 一定美化自己的 一定美化自己的 你不會金小民畫出來嗎 大哥 你自拍照你都P過了 或者打點光才令到自己英俊 你不會鋪上下巴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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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他這個爸爸的形象 不是他做出來 要令到大家覺得那個女生一定要這樣 是大家 大家的 所以他其實有一點點控訴 是父權那個體系社會 去把這個東西安給這個東西 或者他中間就說 你們這幫男人物化女性 我最高尾 又不是全部的 當然他在說 他爸爸的癥結 就是他要做一個超級的 就是他要做到很出色 才會受人喜歡喜愛 其實那件事 那件事 那個媽媽去confess的時候 他那一段事件很棒 首先 是比我想像中 正常你的位去到那個位 正常是寫兩句 一句兩句就算了 他那段事件很有力 還要比我本身想著 譬如他寫這麼多 原來他寫了這麼多 他想的方面 角色 那個面向有這麼多 然後是有力的 就是那個自己給自己 其實他說什麼 女人最慘的是什麼 連女人都會hush自己的女人 就是那些位是 Gerwick是把很多角度 把很多面向 把很多思考的東西 他不只是在吊交恩父權 他是在問你女權是什麼 你想為自己爭取什麼 你看別人的時候是怎樣 你看一個女人的時候應該怎樣 你身為一個女人 你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應該怎樣 很多東西 對於那些很正常的女權 都有一種氣藥 對 他用反洗腦的方式 已經是一種氣藥 我覺得已經是好玩的那些位 還有他BB聰明就聰明 是把兩樣很極端的東西拉起來 他BB本身玩Play Doh 那些屋 怎樣玩那個人 那些牛奶 裝飲品 那些 將你玩BB的東西 變成一個真實世界 然後將那個BB跟真實世界 又有些交接 再說的是一個很真實世界的東西 是一個怎樣女權 怎樣男權 怎樣負權 怎樣看其他人 怎樣看自己的一個故事 你想想BB開頭的設定 就是所謂那些 很激進女權 心目中的烏托邦世界 我要粉紅 我要不用做 女性就是做總統 所有事情是女性的 權力在我們那邊 其實他是某程度上 真實世界的另一個反向 其實都不正常 所以才會令到 Kent那個角色 我本身我開始想 Wan Gosselin 為什麼會摺 你是不是瘋了 被人找什麼要脅 床角要脅 是Kent 那半集 是Kent 然後到他那條角色 滲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在裡面 Kent其實就是在某程度上 反過來 他是受到完全沒有權力的一個男性 他又真的在BB的玩具產業裡面 Kent是一個附屬產品 他把這兩個東西連在一起 我覺得很厲害 他把玩具本身的不平等概念 放在真實世界裡面 再困起來 他也沒有說一定是誰好還是不好 他就是說 他最後Kent的結局都是告訴你 你想怎樣 選擇 選擇 哇 你說張Barbie 他裡面除了 Space Odyssey 有Matrix 有Truman Show 有很多其他東西 最搞笑的是 他把狗和正經兩樣東西 混合得很好 這個商業片的典範 是 他從頭到尾都不敢正經 是很勾 勾到 勾到 你行不行 你那些玩我飲品 可以出街 他經過見到一個大妻子 不要理他 我們 很搞笑 那些勾到 他連去到真實世界 Matteal的高層 都是傻子一樣 傻子一樣 我要抓他 然後大家又跑來跑去 那一段好 我知道 那套什麼 勒手回春 那些醫院高層 全部都是狗不知為何 卡通片人物 他裡面是很卡通地做真實的 那些人 最慘的是 Matteal有份投資 他笑著自己的高層 我不知道他怎樣過 但是他們看完劇本 我想應該會感覺到那一陣 其實是幫Matteal出一口氣的 有一點 質問 究竟我的爸爸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多 這些所謂的 Stereotype Margaret Robbie Margaret Robbie 正在做的那個 就是Stereotype Typical Stereotype 那件事 其實不是我們安給他 好像為自己 伸冤的感覺 所以我才想到 Matteal 原來這樣 你就肯拍了 或者劇本你才ok了 所以整件事是娛樂道 娛樂道 娛樂道 商業道 說的內涵 他很勾激地說一些 很勾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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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內涵厲害到 不需要跟你討論些什麼 將很多面向擺來給你看 你自己想 也沒有給你硬性告訴你 是什麼 沒有的 所以我對Greta Gerwig 我對Greta Gerwig是厲害厲害 厲害厲害 我看完之後哀了 當然你可以說 有些位置是簡化了那個 事件上一定是簡化了 因為我看完 我也有跟Annie看的 我也有跟她說 我說有些位置 跟Annie看 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在IG 經常都看到她很好 然後她 她怎麼看呢 她做一個女生 她做一個女生 她很喜歡的 是嗎 但她喜歡過我 她喜歡這部電影的程度 喜歡多過我 我就有一點問 她去到現實世界那段 短了一些 又或者將某些 簡化了的 即劇情太簡化了 其實劇情真的 我想兩頁A4 只講完 是的 是否那種 這樣就可以拯救到世界 那個是有點寸 又或者是不是經歷 望遠外面的附近社會 就會改變得這麼誇張 當然那些位置 當然你放在Barbie Land那種玩具 那種玩味 那種糕 我給你過 當然是可以給你過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去Barbie Land 所以你不要當她是好劇情片 向她判斷她的東西 不要當劇情片 你直接投入在她的糕 那種玩味 其實是溝的 很溝的 所以我會形容她是Top10 我今年一定有Top10 其中一個一定是Barbie 你一開始是Barbie 她真的把所有Barbie玩具 一比一弄出來 你想想她的梳 其實就是Barbie玩具 那把梳的配件 你變回真人大小 才會有這樣的形狀 夠夾 那些車子 沒有軚盆 然後她撞在地上 滾來滾去 那個形狀 我最喜歡的就是Will Barbie 擺雞Barbie 因為每個人玩Barbie 第一件事當然是一字馬 他不斷玩一字馬 很棒 還有她更換味 找到華爾士馬的Rubbie 那個女性 去做另外一個 黑色頭髮那個 很棒 很棒 換味 心度 平衡得很好 厲害 我只能夠說厲害 兩套都要看的 今天講的這兩套 沒有辦法 好 那今集來到這裡 好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